光污染沒有網管 專責小組只做show 一個個超巨型LED燈廣告板 鬥光鬥殘眼 搞到香港的晚上好像日頭那麼光 住在廣告牌對面的居民 就每晚眼光光 這隻就是我們傳統的LED燈的 所謂戰能燈具 其實來這裡距離大約50英尺 其實你看得到它不斷閃動 如果我們住在這裡的時候 每晚對著它不要只說聲音 這個畫面斬著斬著 其實很難頂 難頂都沒辦法 大廈的廣告燈箱其實一向沒有網管 唯有靠商戶自己自律 就算來到凌晨時分 中環 銅鑼灣 鬼影都沒有隻 很多廣告燈照樣開著 在街頭用儀器測試一下 讀數比一般街道的國際照明標準 大約20個Lux 強勁很多 不知這樣 我們亦發現 半夜1時 商場甚麼人都沒有 裏面的店鋪還是燈火通明 就算影響不到人 也很浪費電 莫說商戶不自律 其實這麼多年來 政府都沒有正式光灰燕問題 強光滋擾 原來政府的街燈都是源頭之一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現在很殘眼 我感覺有點殘眼 如果暗一點 就可以窄到環保 即是環保一點 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廣告市碼頭長洲的站 外面 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傳統街燈的光度 大概都是六十到七十個 尼克斯 不過我們去前面走走走 可能有另一個景象 大家意想不到 為何同一條街的光度差這麼遠 可秀蘭也批評政府沒有正式光灰燕 這個問題 由上屆政府討論到現在 一點進展都沒有 政府一直是並無知無覺 根本就是沒有體會到這些 強光閃的光管招牌 是會影響到市民休息 因為那些官不是住在商住區 雖然環境局 在2011年8月 成立了一個戶外燈光專責小組 研究有沒有辦法規管戶外燈光 何秀蘭和小組成員楊光宇都說 政府委任的這個戶外燈光專責小組 有不少利益衝突 根本就是做秀 裡面很多都是來自商界 如果你說叫商界去自己關燈 其實真的很圓目求如 這個委員會釣詐的地方 就是市民有個投訴 政府就搞場大龍鳳 找十幾個各方面的專家 環保團體、商界、物業管理、旅遊局 各種利益都有 其實這麼大的委員會 就不打架就算偷笑 因為這是小意思 就不打架 如果你現在說一些很大 比S2動的時候 就已經打架了 楊光宇還說 雖然小組談了兩年 接下來七月都解散了 都只是提出了 叫商界十一點或者十二點 熄燈的建議 始終都入不了正題 下一集 我們繼續探討一下 光污染對人和動物影響有多大